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破了坏 你赶快把它恢复 恢复的秩序 所以事实上 冰者因事也 这个因的意思是不好的事 就是说是破坏的事 杀人的事 知道吗 冰者是杀人的事 而且他讲究什么 讲究人看不到 如果让对手看不到你的兵力在哪里 这样你才能够打成你的目的 人家隐藏 破坏 杀人 这种叫因事也 他破坏现状 所以说 简单用现在人的术语来讲的话 打战事实上就是在打钱 所以你看 这一天一开始他说 孙子约 凡用兵是法 十策千四 隔策千胜 代价十万 千里亏两 把这个粮奖运到千里之遥 人内外之费 国内国外所需要花费 以及所有这些迎送往来 打仗也要讲外交 也要聘请很多的顾问 交期之财 车甲之负 日费千金 然后十万就是局营 这个文词非常的美 这个中文系也有开盟课 叫孙子平 那他从文学的境界去欣赏孙子 那日费千金 然后十万就是局营 你看 国大换战争 根据统计 平均每天花费一亿美元 一亿美元是三十亿新台币 三十亿新台币 我们五年五百亿的经费 是一年教育部给额外的三十亿 给全台湾的十所顶尖的研究型大群 人家一天就花掉了 我们每年呢 花给额外的教育部 额外的研究型大学的经费 五年五百亿 五年五百亿不是一年五百亿 连续给五年了 五年五百亿是五年总共给五百亿 一年给多少 一年给一百亿 知道吗 所以打仗每天呢 以美国投入阿富汗战争 每天大概花一亿美元 所以你看战争的本质是如此凶狠的 杀人破坏的事 大家了解 所以不轻易赢 所以才会有不战的屈人之兵 你的目的只是屈对方的意志 你的目的是打败对方 让对方能够遂行你的意志 所以你可以不需要破坏 不需要杀人 这才是最高的战略方法 然后紧接着还有讲 其用战也算了 九则顿兵错锐 这个文字都很漂亮 也很清楚 不用多做解释了 有问题提出来 功成则力驱 九步师则国用不足 你如果去攻打人家的诚实的话 你很容易力量会受到挫折 为什么 因为人家会防守 所以力量会受到曲折 如果用你的军队 你如果经常使用你的军队的话 你会感到国用不足 你会觉得力量有限 因为每天 这是军队一万人拉出去的话 你知道每天他要花多少钱 这些事业啊 都说他要花费钱 所以九步师啊 这国用不足 服务顿兵错锐啊 趋力胆祸 如果力量不足啦 然后你的经济 就是民生的用品 或军事上手的用品 如果开始有所不足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会启发了 国内的有实力的 随时准备造反的 这些在野的 没有掌权的这些人啊 他们很可能随时想要寸其壁而起啊 所以虽然呢 你有很好的谋士 虽然智慧很高的谋士 也不足以善其后利 也会碰到阻力 所以用战也剩啊 九折顿兵错锐 所以跟人家吵架 都是呢 跟人家打架 跟人家打仗 跟人家起了战争 跟人家好好相处的话 一定会走上这个道路 即使是两个人的战争啊 两个人一战争的话 也是整个生活秩序都乱掉 知道吧 男女朋友之间只要吵一天假 你们有交男女朋友 就知道有异性朋友了 两个每天都很happy 一块撒竹竹馆 一块打工 一块读书 只要有一天闹别扭 两个人之间 倾启一个小小的战争的话 那两个人那一天 那一段日子都精神非常大了 刚好碰到考试的时候 那考试一定考不好 所以更何况是国与国之间 因此呢 结论是什么 一个小结论是 兵文拙数 未读巧之久也 这句话是很有名的一句话 只有听到 只有听到 你打赢 可是这个赢呢 其实非常拙劣的赢 总之你赢了 从来没有听到说呢 我们去追求这个战争 这个战争呢 打得很漂亮 太美好了 本身是一个赏心悦目的事 所以也打久一点 突然很快把它结束掉 所以 只有听到说 很拙劣的 用很拙劣的方法 很快把它结束掉 只要我赢了就好了 所以兵贵胜 不贵久 拙数 未读巧之久也 所以想要打仗 很喜欢打仗 很喜欢跟他吵架 很喜欢浑身带着赤慧 很喜欢呢 这个一天到晚有所主张 有所批判 很喜欢跟人家起冲突的人 好像他觉得精力旺盛 他觉得他很棒 是吧 都很容易陷入这样的迷思里头 所以呢 要知道 兵久而立国而国立着位置求援 一天到晚跟人家有冲突的国家 在世界上 是很难以立足的 像是ISIS 即使你不 新大兵去打他的话 我跟你讲 他一天到晚杀这边多少人 杀那边多少人 跟全世界为敌的话 都很不利的 知道吗 或者是说 你透过你的言论自由的主张 一天到晚讽视 没了宗教的圣主阿拉的话 那也很容易会引起很大的震灾 知道吗 所以 要知道 兵久而国立着位置有也 除非你很想要战争 因此啊 这边有一句千古的名言 叫做 不禁之用兵之害者 这不能禁之用兵之利益 如果不能真正了解 你打这场战争 你跟人家冲突 成本要多少 如果做任何事情 不知道你的成本要多少 这成本包括一切啊 时间 人力 物资 金钱 现金 要投资多少 要多少人死掉 国内遭受多少的破坏 你有多少的事情被耽搁掉了 一切一切 通通叫成本哦 成本不是只有现金 不是只有有型的物资 还包括很多无型的物资 还包括很多的机会成本 看得到看不到的所有的成本 如果你都没有算清楚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你打这场战争 其实你打赢了 你到底获利有多少 知道吗 所以不能禁之用兵之害者 则不能禁之用兵之利益 所以什么事情呢 从这边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发 我们应该先知道成本面 才能真正的去算出呢 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利益面 你说是还不是 知道吗 所以什么事情啊 我们呢 应该要先知道成本面 同学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一般人都是什么 先知道利益面 先算清楚这件事我有多少好处 所以我要去做 我们是不是习惯都这样 你看还是这样 我们习惯都是先知其力有多少 那有一天碰到什么事情 说原来 原来要花这么多时间了 早知道我就不要了 看到没 很多时候是不是这样 那就是我们没有那个先见 没有把利害算清楚 所以可不可以养成这样的习惯呢 先算成本面 先了解这件事情 有多少坏处 会影响多少次 付诸多少有形的 无形的 直接的 间接的 或者是看了见的 或者是看不见的 或者机会成本 都把它算清楚了 然后呢 你有一天你得到什么利益了 你才会知道说 这件事情 你的利益 你真正获利 应该要减掉那个成本 才是你真正的获利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没有算清楚 你的成本面有多少 你很难清楚了解 你到底 新这个兵 举这个势 打这场战 到底呢 你得到多少好处 所以什么事情要知道 应该先知其害 因为光之所至 隐蔽随之 你看看光从这边投过来 你没看到我的人影在这边 光之所至 隐蔽随之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 任何好的东西 一来到的话 一定会有带一些 不好的东西过来 你有所利 一定有所害 有所得 一定有所失 这个是一个人生的一种境界 一种人生的体会 我不知道同学们 有没有这种领略 是不是 不知道这样讲 对各位有没有启发 你看光 大家都喜欢有光的地方 没有人喜欢暗的地方 可是有所得 必有所失 就在讲这个道理 那我们一般来讲 人情都是趋吉避凶的 人情都是相声而背识 哪边有声音 好的声音 好的名气 好的美光灯 我们都是吵上那地方看的 而都把那些影子 把那些不好的 把那个付出的那一面 通通抛到后面的 相声而背识 所以同学找工作 有都找那个 可以听得到的 可以被人家赞美的 听得到好名气 好名声的东西 都是大家所群而追逐的 可是那个在背后做默默的 默默在付出的 后勤的 后台的工作 不太愿意有人做的 所以九二九日 养成大家都是追求美光灯 追求利益的那一面 而忽略了 背后要付出多少的代价 留多少的汗水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 你要留多少的汗水跟代价 还有多少成本 多少时间的话 甚至要牺牲人命 付出很惨重的代价 如果你都没有算到这一层的话 你是根本不可能真正了解 你做这场战 举这件事 你得到多少好处 知道吗 对以上这个观点可以接受吗 这是一个重点 同学好好参考 方法是什么 方法是检讨自己 像上个礼拜我们上课 也跟各位讲过 如果你要养成像李嘉诚这样的习惯 什么事情都先想 他的什么面 失败面 请问你什么事情都从失败面去看 也就是这件事情 会遭受到哪些失败 哪些地方可能会导致 我们这件事情做不成 你要事先要用你的想象力 所以叫做90%时间思考失败 那他能够经常做出 这样的准备功夫以后 这个准备功夫事实上就是算 福慰在庙算胜者 得算多也 你记不记得 就是算 要养成这样的一种算 算好像不太好听 被人家算计 算计别人 不是这个意思 算就是谋 谋就是准备 谋划规划 这是人生必定的功课 一定非要这样做不可的 知道吧 所以你从害面 从成本面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李嘉诚的那种同样的那种思路 从失败面 有哪些东西要付出成本的 付出代价的 搞清楚 再决定自己要不要投入 因为那些成本面啊 有些是你想不到的 你都把它算清楚以后 你才知道 这件事情 一做的话 我有哪些事情做不到 会影响到我哪些事 牺牲多少东西 都算清楚了 我愿意做了 你才去做 这样才知道你做这件事 也可以得到做到好处 所以找一件工作 应征一家公司 投入某一个行业 去创造哪一家公司 你想到的东西 这个行业会不会成功 有哪一些光明灿烂的那一面 但是 鲜少有人会算说 我创这个业 我会牺牲多少的机会成本 有哪些无形的付出 鲜少有人会从这个方向去思考 所以你无从得知 你这个创业 到底对你好还是不好 那战争更是如此 同学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呢 是不是 我们都是利益导向 人类事实上本来就是目光短浅 理性有限的一种 Bounded Rationality 我们的Rational都是Bounded 都是有限的理性质 也就是说我们眼睛 前面可见度 你人生的可见度 是前面几公尺 说说看 前面几公尺你看得清楚 我可以看到一百公尺远 两百公尺远 那个是没有雾霾的时候 有雾霾的时候 你能见度是有多少 你们听他们在讽刺说 哎呀 这世界上最长的距离 居然就是在雾霾当中 因为牵着你的手 却看不到你的脸 对不对 最长的距离在雾霾里头 政治上头又有一句名言 以前那个日本的首相爱信件 他这样说 在政治里面能见度 一公尺都不到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 像现在两党要准备选总统 2016年 明年1月16号就投票 准备 离现在多久 8个月 48个月 10个月 对吧 能见度 在政治上头 能见度不到一公尺 他的意思是说 你永远估计不了 下一分钟 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政治上头的事 在政治上头的 能见度 大概一公尺 在讲这个 那如果能见度越差 越短的话 你当然能够预见 的能力就越差 各位同学 你要知道 要当一个领导者 那个能见度 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你如何带一群 能见度 你只能看到前面一公尺的话 我可以跟你讲 你根本无从谋划 两公尺以外的事 对不对 因为你只看到一公尺 远啊 在雾霾当中 你连一公尺都看不到啊 对不对 所以能见度 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讲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你怎么带一群 往哪边走呢 那你不当领导人 你总要领导你自己吧 所以怎么看清楚 我们的前程 那个能见度 能够越远越好 我们就越能够做好准备 对吧 所以 2016要选总统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说 两个党到底哪一个人出来竞选 很多的事情 uncertainty 就是uncertainty太多了 所以在政治上 能见度啊 更低 我们今年是只有同二竞选 同二竞选 今天只有一个人出来竞选 对对对 应该是这样 但是问题是 出来选的那个人 他自己的能见度很大 能见度有多远也不知道 台湾的uncertainty很多 对不对 所以 但是 要告诉各位同学的是 这边所谈的 先知其害 而后 知其利 我希望各位同学 把这个 attitude 反而也学起来 这个attitude 这个态度 就是跟 上礼拜所谈的 李嘉诚的那种 花90%的时间 研究失败 是同样的一种attitude 那一定会有同学问说 那这样不是太保守了吗 各位同学 这样是保守 还是积极啊 你觉得呢 这到底是保守还是积极 什么事都先想清楚 退路在哪里 什么事都想清楚 你投资 那你要出手 你要什么时候出手 你要在哪边出手 都把它想清楚了 你才出手 请问这样是积极还是 还是消极 是积极还是消极 是不是 所以告诉各位一个成功的方法 是反而是 一般人认为这是很消极的方法 事实上是反而是大积极 对不对 有没有不同意见 有什么问题没有 这个是个重点 大家不要放掉 年轻的同学 要学学看人家在谋划军事的时候 谋划军事是国家死生之地 除毛之道 没有什么事情比那个更重大的 一个国家被人家灭掉 那是成千三万的人没了 你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重要的 整个国家可能就亡了 是吧 要学学看人家是什么 就做谋划 所以 善用兵者 义不宰集 宰就是二 两次 义就是兵役 就是你拉夫来当兵 你真用了人民来当兵 不争两次 不重复 争一次 不争两次 意思就是说呢 你争了 就不要四处再拉兵了 义不宰集 梁不伤宰 去的时候 出发的时候 孕一次 中间呢 中场休息的时候 或者中间呢 这个刚开始还没找到 在战场上头 可以 这个取用于 当地的 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还可以再孕一次 不要再孕第三次 这个意思 简单可以隐身就是说 你要呢 就地取材 出国留学的时候 要想办法就地取材 就近在那边打工 找到奖学金 知道吧 找到资金 你人到那地方了 已经半年了 你还 爸爸妈妈从台湾不断寄钱给你 在那边读书 这个叫做 梁 三载 四载 五载 是不是 梁 不三载 知道吧 这才能打酒啊 所以就地取材 取用于国 阴良于敌啊 你能够取用于当 取用于国家 可以取用于国家 可是最主要的粮食啊 每天的daily daily fit daily的这些activity 所需要的这些 经常性的 这些花费 要想办法来自于当地 最好是取对方的 的梁草 你取对方的梁草 一方面让对方的梁草减少 二方面让自己增加 这不是绝妙的好处吗 对不对 所以要有这种观念 阴良于敌 因此这样的军事才可出业 国是贫于施者远输 远输则百姓平 什么叫远输 就是你的战线拉得很长 你要补济线拉得很远 你的供应链拉得很远 供应链拉得很远的话 为什么运输很远的话 则百姓平 因为以前没有像我们现在的 电子订单一订的话 就收到了 以前没有电话 所以你要把东西运到对方去的话 你要拉很远的 这个车马 那以前呢 你看看每一个地方要跑多久 要跑半年 甚至更远的地方 这中间都是成本 都是花费 那如果要全力去 撑起这样的运输线的话 要花非常多的力气的 百姓把钱都交给国家了 把粮草把税金交给国家了 百姓越越贫了 靠近军队的人呢 会造成风后膨胀 因为军队的开销 每天是 开销非常大 士兵要不要吃饭 要不要喝水 要不要穿 对不对 有没有受伤的人 要不要医药 要不要医药 还有各式各样的补给 还有炮弹 那炮弹那更贵了 是不是 你不可能全部炮弹都带过去 你还要从很远的地方 国家的那个生产线 要拉得很远 把炮弹提供到最前线去 通通都是钱 所以你工厂的那个生产力 要非常快 很快的能够补出钱 所以你一定会造成物质欠缺 物质欠缺呢 你的钱有限 所以一定会造成通货膨胀 贵卖就是通膨 通膨产生的话 百姓呢 哇糟糕 吸水它没有增加 可是物质都上升了 所以百姓就越来越贫穷了 越来越贫穷的话呢 就四处去找机会 那军队也贫穷了 国家贫穷就四处去拉夫 所以被拉到了 就倒霉就当兵去了 所以国家就陷于这种 这种非常紧错的一种现象 力虚于中原 内虚于家 就是内部 会慢慢虚空 操空了 百姓之费 时去其其 公家之费 破车霸马 甲骤 时空 这个 机盾 壁炉 秋牛 大车 时去其六 这里头很多的名词 其实主要的概念就是 你这样的结果 时去其六 这物资耗外贫穷 非常大了 因此 有智慧的将领 务实于敌 务实于敌 是什么意思 把你每天要花费的事情 建立在敌人的供养的上面 让敌人提供 给你花费 怎么做得到 你想要去偷对方的 抢对方的 把对方的粮草 把它给抢搭过来 占用对方的牲口 运用对方的公路 占用对方的车辆 马匹 全部抢为我伙方所有 这叫务始于敌 十敌一宗当无二十宗 那么 为什么吃一宗可以当做我们的二十宗 吃一宗呢 吃一宗从对方那边得来一点好处 回到这边可以变成我 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 那就等于说 你让对方减少 让我方增加 这不是一来一去不是两倍了吗 是不是 那你如果吃对方十宗的话 不是我就增加 就增加二十宗吗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放大的层数效应 那 机感一室一旦当无二十旦 这边都在讲说呢 你从对方那边取来 让对方减少我方可以增加 故杀敌者怒也 激发氏族的一种怒气 来杀敌 取低之利的货也 我为什么能够取对方的利益呢 因为对方取得的利益 可以当作我方的货品 我方所用的开销 车站得车十胜以上 赏其先得者 所以你要发出激励 发出让士兵知道说 谁能够抢的一部战车的话 我一定会赏 所以将军呢 就发布命令 谁能够把对方的车子 把他抢了我方所有 我就可以赏他 谁能够把对方的旗旗 把它给更换过来 变成我方的军旗的话 对士兵的提升 非常大的好处 所以呢 而根其旌旗 车杂而秤之 竹善而养之 真的讲了 抢对方的车子 成为我方来用 抢对方的士族 成为我方的人来养之 所以对方的车子 对方的旌旗 对方的士族 都逐渐失去 这些都是有形资源 不断的转换 变成你的资源了 看到没 所以这结果是什么 结果叫做圣敌而易强 结果叫做 把对方打败了 而我方 我方不只打败对方 而且我来越来越强 就是像吸星大法 手一搭 对方被你吸 败了对不对 不只他败了 我越来越强了 你看到没 我把对方的功力 变成我的功力了 所以被打仗的话 不只打有形的战争 还打无形的战争 那这样的 这样的将领之会 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 一般的 一般的 一般的说法 我们在商圈里头 你怎么去抢人家的东西 变成你的东西呢 对不对 你把人家打败 还变成 他的东西变成你的东西 你打败了对方 让对方消失于市场上头 对方的市场变成你的市场 对方的士兵变成你的士兵 对方的技术变成你的技术 对方的资产 变成你的资产 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没有这种可能 怎么做 收编 还有没有 并购 知道没 所以并购是很残忍的 并购很狠的 以前那个 曾经世上那个元朝 他们打败对方的话 把人家全部收编 把人家老婆也收编了 看到没 把人家的欺依 通通收编为你的奴隶 为你所使用 你看他多狠 那 其实 这个看起来 你觉得很残忍 是吧 好像很不人道 不讲 不讲人权 不讲民主 不讲自由 可是我们在商场上头的虐夺 只是你没有看到 没有想清楚 你把人家公司给诟病过来 请问一下 你诟病了人家什么 你把人家经营权给抢过来了 不是吗 经常就是用股票上头 把人家的股票 把人家想办法买 购买过来 抢夺人家的所有 不是吗 我们在市场上 不是经常干这种事吗 胜敌而易强 不止打败对手 要让自己 因为经过这场战役 让自己越来越着重 知道吧 就是这种思想 所以你会发觉 即使到了今天21世纪 人类还是 都在做同样的事 就是把对方吃掉 让让自己肚子越大 都是干同样的事 我们现在只想到打败你的敌手 你要更进一步想 我把对方的东西 通通把它给吃进来 变成我有的 这是更进一步的 这就是胜敌而易强 这是并购 我们不是一天 要鼓励人们并购吗 把对方打败以后 把对方公司并购为我所有 这干同样的事吗 不只是三星啊 我恐怕很多公司 都在干同样的事 很多都是在做 我们只是现在用钱 去购买对方的股票 先把对方的经营权 把它稀释掉 然后抢着对方的经营权 对不对 然后进一步抢着对方的资产 一直把对方扫地出门 扫出这个市场 扫出这个产业 是不是 搞得人家家破人亡啊 你干的事不是同样的那种事吗 只是现在比较文明一点 所以 这个地方在讲 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要赢的话 因为在战场上走的赢啊 是国与国之间的 生死存亡之在 所以 圣敌 还有一个观念哦 叫义强 要注意这个义强这两个字 就是讲的意思 在讲义强 让自己日益壮大 有一些人啊 会打仗 会打赢 大家打完了以后呢 国家变弱了 国家变弱了以后 就被第三者趁虚而入 对不对 有没有这种历史 太多了 像 以前 这个对日看仗 一败了以后 打赢了 对不对 可是那个不是圣敌的意义强哦 那是产胜 产胜以后国家虚空 就被共产党呢 就起来 就把整个国家给绝取国学 这个历史我们都很清楚 所以你要小心哦 你虽然赢得了战争 你很可能会失去的和平 你虽然赢得了这个战役 你可能失去的是 你自己的利息 你可能会失掉了 未来的江城 所以最好的是什么 又要赢 又要能死 自己能够壮大 知道吗 这是很全面的一种 战的 这一种战略思考 所以 有智慧的将领 是什么样的将领啊 勿食于敌 胜敌而易强 OK 所以 必应贵胜 不贵酒 所以既然一切背后 打仗的背后 基本上是在打经济 在打钱 没有钱 不要打仗 因为钱就是成本 钱可以化为成本 你有多少钱 你就能够支撑你 使用多少的成本 去做你想做的事 好 所以 兵贵胜 不贵酒 因此啊 懂这成道理的人啊 懂以上所讲 这些道理的人 这样的将军啊 这样的将领 那是全老百姓 主宰全国老百姓的 死生的 这样的司令 这样的人 是国家安危之主也 那 我下了一个注脚就是 要支兵 知道兵这件事情 知道用兵 知道兵的本质是什么 你才会 不会轻易去用到兵 支兵 顾不用兵 知道呢 兵 的本质是要打钱 所以呢 这样的人懂了以后 有这样的人当将领的话 这国家就不会轻起战端 就不会轻易呢 去陷入战争 这样反而 这样才能够保护老百姓 所以这样的人才是 民之使命 国家安危之主也 那么 这个是我补充的 所以韩非子 有一句名言 安危在是非 不在强弱 从亡在虚实 不在中国 道理很清楚 这个国家 这个公司 平安无事 还是陷入险境 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这家国 这个国家 或这家公司 做的事情是对还是不对 所以 做对了 还是做错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一群人在一起 一定要有个是非 内部有内部的是非 对外 有策略的是非 就是你前进 你往哪个方向前进 算清楚了没有 所以前进 或是后退 这都是是与非的问题 你应不应该前进 所以你一旦走错一步的话 就不不错了 所以安危在是与非 是与非 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对错 对错的问题 对错的话 讲究什么 你说这件事情做对 那件事情做错 为什么 凭什么你说我说对 凭什么你说他说错 凭什么 符合市场就是对 符合市场就是对 符合国家死生的 就是对 就是对 OK 背后有什么 有利益 有利益 还有什么 还有个道理 讲理 知道吗 因为任何事情背后都一个理字 是有是理啊 亦有亦理啊 天有天理 知道吗 什么事情都有背后的理字 所以要研究道理 像我们这边呢 研究策略 研究管理 研究理论 对一件事情 穷之 尽叹的 去探索这件事情 背后的道理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不那样做 这在讲究什么 这在讲究道理 这探讨为什么 所以 是非的背后 是你要去了解 这些事情的背后 为什么这样做 才是对的 为什么那样做 是错的 这在讲什么 这讲道理 核能 我们不是把核四把它废掉了吗 封存了 至少这样的封存 那现在不是全台湾都是 比较倾向要废核 对不对 日本废了核以后 把它重新再翻过来 安倍 是吧 大家知道吗 德国 那很坚实 就是我废核就是废核 就不干了 台湾就是希望能够像德国那样 永远不再碰核能 但是现在有一个道理 你必须要了解 这道理我们废核能啊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经济发展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基本的民生 或是经济发展上头 所需要用到的电 因此你废核 核电的同时 你必须要了解到 你的电能 有没有办法补足 你要靠什么去补足 像现在废核的人士都说 我们靠绿能 绿能够吗 我们所废掉的核四啊 光是核四你把它废掉的话 你靠太阳能的面板 把它给 把它给补足的话 你要太阳能板 铺足了全台湾所有的面积 台湾每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都是面板啊 这个地方是太阳能哦 就是太阳能哦 每一个地方每一寸 都要铺满的 太阳能的那个发电板 这不叫发电板 这样全台湾都铺满了 才能够补一座核四 的提供的电量 你要知道哦 所以你要废核 必须要是负责任的废核 背后必须要有道理的 就安危在是非 你这个道理是与非 没有把它搞清楚 就凭着呢 自己的的感性 凭着自己的某一种论述 就把一切自己 把它给决定了 背后很可能有一天 如果被迫 像我们现在缺水 对不对 孩子们 你们知道 台湾缺水 你知道吗 台湾缺水有多严重 你知道吗 高雄市大概 还剩下160天左右的供水量 台南大概剩下60几天 那这个十分水路大概剩下50几天 那全台湾大概50几天到160天 你知道没有水是什么样的境界吗 我小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算没水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曾经有一度时间是 人家载了水车来到我们家门口 水来了 哇大大拼拼了 拿到水口去装水 知道吗 然后拿回到家 赶快去冲 冲哪个厕所 会冲什么东西 到那种境界 没有水来的话 没有水可以喝 所以安危在是非 假的在讲 你要讲一个道理 你背后必须要有充足的支撑的证据 才能够有所主张 所以安危的背后是什么 是是与非 是与非在讲什么 讲理 知道吗 这件事情你要做不做 你一定要有证据 事先谋划清楚以后 你觉得OK了 你才做 这叫安 这叫是 你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去做一件事 你就忘了去做的话 很有可能之后会后悔 这叫为 这叫非 安危在是非 不在意你强还是弱 你即使你强得像美国的国家 由于那搞到2008年的金融风暴 是不是 让全世界不是陷入金融的产生吗 然后开始就一连串的 正式上头也有查党啊 走极右的路线 然后有很多的这些年轻人占领华尔街 走极左的路线 所以一个国家陷入极右跟极左 两个势力的互相的冲突 矛盾之下 美国就日渐西山 你有没有发觉 美国的国力在衰退当中 虽然现在美元一把兆 美元现在很强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发觉 这个国家的国力 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为什么那么强的国家 他也会变弱呢 他虽然强 可是他做了一些有非啊 是非没有东西 你要知道 所以存亡在虚实 不在重寡 国家的存云王 企业的存云王 在你知不知道这件事 是虚的还是实的 东勋你知道吗 要研究是非 你才知道 你今天所做的任何decision making 到底他的impact有多大 你做的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决策 知道吗 所以安危不在于你有多少 你多强 你多弱 安危在是非 存亡在虚实 你什么东西是虚的 什么东西没有力 像台湾就是地方小 但是最主要是你能源缺乏 你没有什么天然的东西 那再加上降雨啊 你知道吗 联合国统计 大概在20年以后 台湾会变成经常性缺水的国家 台湾现在每年降雨量 虽然降雨量很多 对不对 可是我们有80%的水都流到海峡 或者是太平洋区 你知道吗 我们能够keep住的只有20% 不到 你知道这严重性吗 所以我们好像降雨量很大的国家 可是事实上我们真正能够用到的水 就只有5分之一 5分之一还扣掉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扣掉我们的水库 供水出来的那个水管啊 有很多是年久失修 每年呢 每一条管线都漏掉好多的 什么水库 或是哪一个水 是供出来的水 你知道吗 或者自爱水场供出来的水 经过市区里头 一些老旧的 清朝的 日治时代的一些这种水管 你知道每年漏多少水吗 据说每年全台湾漏掉 你们光不关心这个问题 三座十本水库的水 每年全台湾光是漏水 漏水是真的就是你经过的自爱水场 处理过的水 送到IGF的使用的水 全台湾每年漏掉三座的十本水库的 那样的供水量 你知道吗 那这个漏水是全台湾普遍在漏 不是只有十本水库 桃源那个地方在漏 这是我们的虚处 能源也是一样 我们要了解这些 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些虚与实的地方 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少筹码 可以打一个什么样的战争 可以有多强的诉求 这个如果平常都没有研究好的话 你冒来一翻牌 那可能后悔来不及 所以除复在虚实 不在于重寡 更何况你说 如果你知道中国大陆 现在沿着它整个的沿海地区 它绝大部分的核人电厂 都在沿海地区 你知道不知道 对岸福建就设了好几座 浙江也要设几座 整个那个海岸线延长 你说它如果任何一个核电厂 发生问题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台湾 你说 这些都要列入考虑了 所有的factor都要into it 知道吗 所以这叫做 安危在是非 不在于强弱 那我下一个处讲 就是国家的安危存亡 事实上不必要等到 事端发生才知道 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 行动 都要不在于强大 做的 他们要认为 这些都要认为 用来自活力的